什麼鬼人要來啊 誰啊 趕快 小心小心 店內響起警報聲 店長趕緊拿滅火器救火 原來辦公室桌上火光四射 可疑的爆裂物正在起火燃燒 再噴久一點 逸祥再噴久一點 店家趕緊自行撲滅 只是辦公室變成火災現場 而起火的是這塊可疑的 四方形爆裂物 他就跟我說是那個爆炸 我以為是手機爆炸 然後他們去拆開那個紙箱 包裹的時候就說 好 我就是有卡過幾十八千燒 警方掉在監視器爆炸前 一名可疑男子拎著一個袋子 裡頭就裝著浴場的爆裂物 走進店內交給員工 向店員表示 我是你店長的朋友 這個東西交給他 店員查看後發現情況不對 才正要報警就爆炸 疑似遙控遠端引爆 他那個寄包過來 是老闆朋友的地理 他有點噠噠 他應該是有糾紛的 27號的時候 有 可是我現在不方便 不好意思 店家低調不願多說明 嫌犯卻早就騎車逃逸 警方巡洩到萬華嫌犯住宿逮人 果然起出大量火藥 引線以及遙控器等證物 但為何要送去炸彈包裹 竟然是對哥哥不滿 找有人出氣 動機是因為跟家人不睦 心情不佳 最後嫌犯依公共危險 殺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地檢署 只是遭攻擊店家 覺得莫名其妙 與嫌犯不熟悉 只是店長跟嫌犯哥哥是朋友 竟然成了出氣目標 幸好沒人受傷 但店員全嚇壞了 記者許志明台北報導